好 持續回來今天追新聞的話題 來帶您看看俄烏戰場最前線 現在這個戰場第一現場在哪裡呢 就在俄烏的邊界線這裡 有些地方是在俄羅斯境內遭受到攻擊 因此我們看到了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攻擊 可以說是又更進一步了 那麼現在要擔心的是 俄羅斯會不會報復呢 連北約都很擔心 恐怕會成為箭靶 我們就來帶您看看這最新的攻擊狀況 這次烏克蘭從占領庫斯克地區之後 最新的這起攻擊事件 就是攻擊俄羅斯的重要港口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高加索港 因為在22號的時候 當地我們看到了有一艘船隻突然起火 這不是普通一般的船隻 這艘船是一艘什麼樣的船呢 它上面載了滿滿油料 它其實是一艘很大的貨輪 那貨輪上面載了30輛油罐車 因為遭到了烏克蘭的攻擊起火燃燒 整艘貨輪起火濃煙密布 貨輪上面17個船員獲救 但兩個人目前為止還是下落不明的 那最後這一艘貨輪也被擊沉了 這次攻擊對俄羅斯來說非常的傷 因為他們受到攻擊的地方 仔細來帶您看看這個位置 就是在高加索港 高加索港的地理位置在哪裡呢 它就在亞素海旁邊 亞素海連接下方的這個黑海 就要靠這個港口高加索港了 而且它旁邊還有個非常重要的克里米亞 因此高加索港可以算是俄羅斯 在黑海附近最大的港口之一 而且這個港口專門處理一些出口的問題 主要俄羅斯想要把燃料送到克里米亞去 也是靠高加索港口來供應的 那如果這麼重要的港口 都可以被烏克蘭給鎖定攻打 那也表示俄羅斯在黑海附近的其他港口 當然現在也都非常危險了 但是就是因為烏克蘭的攻擊傳出告劫 同時美國方面 美國使館現在也提出了一些警告 要大家小心 小心俄羅斯恐怕會發動暴復的攻擊行動 美國方面認為說最有可能的時間點已經出來了 就會在8月24號 因為這一天的日子就是烏克蘭慶祝脫離蘇聯獨立33週年的日子 因此美國方面特別提醒烏克蘭在這一天的前前後後 都要特別留意 因為烏克蘭可能會發動包括了像是導彈 還有無人機的攻擊事件 現在烏克蘭的全境可以說是風險逐漸上升 而且緊張的情況已經擴及到北約了 北約現在很擔心 北約的官網上也提出了一個警告說什麼呢 說惡屋之戰恐怕會開出一個第三戰場 也就是開新的戰勝新的戰場 目前最擔心的是北約在德國的空軍基地 因為有情報顯示呢 就在這個北約在德國的基地 極有可能會發生針對北約人員的一個攻擊 甚至會有一些恐怖行動 而目前的威脅等級也提高到了第二高等級